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宣布重要的签证措施 将准许特定条件下的H-1B签证持有人的配偶 以H-4的身份在美国合法工作 另外今年H-1B签证的申请人数预估会高于去年 有意申请的人士要把握时间 尽早提出申请 联邦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昨天宣布 从今年5月26日起 H-1B签证持有人的配偶 也就是H-4签证持有人 将可以开始申请在美国合法工作 申请者需符合以下条件 H-1的人已经 I-140已经批准 然后另外是H-1的人已经根据AC-21的法律 H-1的延期已经超过第六年以上 那所谓的140已经批准的话 指的多半是属于职业移民的第二类或第三类 那他们有透过劳工应聘的方式 申请Labor Certification Labor Certification已经批准 然后向移民局申请低限申请 I-140然后140也批准的话 那这个都必须要达到 然后再加上说H-1已经延期超过六年以上的话 像这样的H-4的家属可以申请公卡 根据规定H-4签证持有人不仅可以拿到社会安全号码 建立信用记录 还可以自由更换雇主 但在另一方面 今年申请H-1B工作签证的情况仍将非常激烈 预测申请人数不仅会超过去年 不少学生更会请多个公司同时为自己提交申请 估计上面今年可能会超过20万件以上的案子要申请 最主要是在于说 每年毕业就至少会有一定的人数的学生留下来 再加上去年没抽中的 然后去年没抽中的人 今年又特别会希望说加中中签的几率 所以可能除了自己本身的公司以外 还要求朋友的公司也协助出面帮忙递件 对于今年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需要抓紧时间尽早开始办理H-1B签证的申请工作 刚到公司不久 看能不能提早跟公司谈 不要等到说企业结束以后再谈 因为就算说公司要帮忙办 如果等到三月多再开始找律师再谈案子的话 因为移民局现在在审案子 有很多细节上面很挑剔 到三月多的时候再要开始做案子的话 多半都是比较没有办法很仔细地去包装个案 说个人的专业如何跟公司所需专业对口的问题 所以能够早一点的话就早一点 不要再拖时间了 H-1B签证的申请抽签结果将在四月中旬接下 申请将在五月份收到相关通知 的工作人员 欢迎订阅